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热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任何语言它应该都有这种循环 这里面还有一个Wire循环没讲 Wire循环跟Fore循环也是类似的 只是这种书写方式不一样 以前我们学的肯定有那种do well 对吧,还有well本身 我们现在就看一个well循环 它的基本语法就是一个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sum求和的 实吧,实内的和对吧 这样就太大了,不好 好,这地方我们就加每次加1对吧 那就是定义了一个变量 sum为0,它的i的处值等于1 1小语等于10的时候 进行一个let,let是什么呢 它就是做一个操作 对吧,做什么操作呢 就是说叫sum加等i,这地方我就不做多做解释了 学过语言的人都知道它就是一个自加 对吧 那它其实就等于sum写下吧 等于sum加i 好,那这地方也是一样 i加等1,那为什么显示i加等1 那目的也是为了通用 对吧 剩下它它改什么我们都可以变 对吧 i等于i加1 这地方可以改233等等 对吧 好,然后结束 那记载这地方是个do 然后这地方是down 结束 最后输出1到10的和 1到10的和我们都知道 那它的结果是55是吧 最后我们看到如果是55 说明我们的结果是正确的 对吧 好 我这个程序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回撤一下 刚才修改结果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保存退出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sh-x 然后well退车 这后大家就看到了这个运行的结果 刚开始它是sum等于0 i等于1 然后第一个条件成立 因为i等于1是小于10的 好,light一下 那就是sum加等i 然后light一下i加等1 紧接再去判断 好 这地方我们没有输出一下 这个每次的结果 对吧 我们这地方可以做一个输出 好 ecall一下$f sum 然后再$f i 那这地方我们用连字符连一下 好吧 我们以漏好了隔开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每次的变化 对吧 我们再执行一次 好 我们确实看到它每次的变化 那第一次呢 0 i等于1 1 小于等于10 let sum加i 然后let i加等1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sum就是1 因为1加0嘛 对于1 i字加以后呢是2 它原本是1 对吧 好 输出 第三次呢 就是1 对方变成2 对吧 2加1等于3 对吧 2再加加等于3 好 这就不多多解释了 最后结果呢 确实是55 并且i变成11 那11呢是不小于10的 所以结束了 输出55 这就是外耳循环 也很简单 实际上Linux中 那还有比较关键的呢 就是压缩和解压缩 在大数据领域呢 我们经常会做一个压缩的操作 因为数据量太大了 这样的话 占颖词官特别多 那这地方呢 我先不介绍这个tap 我先介绍一下 压缩频率使用较高的GZIP 为什么选择GZIP呢 那是因为 它的压缩比例非常高 节省空间非常的好 尤其在日制方面 好 它的格式呢 就是一个GZIP 然后我写的比较简单 它还有很多参数 比如说-C 原文件保留之类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呢 不需要去保留原文件 因为我们本身压缩好以后呢 就可以解压缩 对吧 这样的话 节省词官 必须要去删除它了 以防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好 那它的格式就是GZIP 然后是文件名 这地方呢 可以是一个 类似于通配服务 比如说是新典某某一月 对吧 比如说11月的 然后是TFT文件 最后变成一个压缩包 压缩以后呢 我们可以传到HDFS 对吧 这样的话 空间来说的话 占余非常少 这种方式也非常好的 接近的呢 就是一个解压缩 那解压缩也很好简单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 JUN 这地方我就不说脏话了 是吧 大家都明白为了好记 大家可以认为是那个字 然后ZIP 然后是刚刚压缩的 压缩后的 这个 原件名 然后管道 那这地方呢 我是为了简单都写的管道服务 那JZIP还有其他参数 那比如说这种-R 这里可以写目录 因为-R的意思 就是说地规 对吧 把所有的都压缩好 那我就不用讲那么复杂了 那大家可以查一些资料 进行了解 那这个地方 压缩使用的是 看到没 都是一个管道服务 就是说是定向 定向到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也是定向到这个文件 那这样子呢 总体书写呢 都是非常简单了 直观明了 无论是压缩还是解压缩 都是使用相同的格式 好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那之前也是没有做准备 看一下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好 我们压缩一下 刚才的data.txt 对吧 我们 JZIP一下 然后data.txt 然后压缩到哪里呢 data.tft.jz 然后压缩到哪里呢 对吧 好车 他说已经存在 我们覆盖一下 yes 然后l一下 看 删成了没有 呃 删成了 .jz 对吧 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好像变小了 我们看一下之前数据这么多 那大家看到这个数据的变化 他们就知道 他是将这个原文件进行了删除 但是我们刚才那个脚本呢 还是在用心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可以看一下那个文件到底在用心吗 首先我们先不用PS 我们用 看日志方式 最直观的方式去看这个呃 是否还在用心 因为我们是一秒钟运行一次 对吧 我们休息了一下sleep对吧 好 看到没 我们的这个值是6万 他还在才运行到 呃 一千三百多 对吧 他们还在运行 好 那这个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查看一下我们以前演示不了的一个命令 ps-ef 然后 管道服务grip 他的意思说去查看这个进程 然后grip过滤哪个进程呢 我们使用fulldate.sh 我们看到 在这里 他在执行这个脚本 对吧 那他真正的运行呢 是这一个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 他是执行一个shell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的这个大小的这个说明 我们刚开始看到这个文件 原始文件第一次看到是多少 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1586对吧 看压缩后多少呢 压缩后只有这个5415对吧 压缩还不是很大 就是压缩了这个三倍 好 那这里面已经看到了压缩的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对吧 我们可以减压缩一下 然后我们压缩一个 我们cp一下吧 data.bic 这个时候就已经压缩好了 在这个bike里面对吧 压缩比例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再解压一下 这个对吧 然后vip date.bic 然后重新向到date.bic 好 yes ll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像我们刚才压缩的这个文件呢 提起了一个解压 好 这就是压缩和解压缩 切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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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